那個世間議員他講說 希望韓國瑜不要用這種 影射的方法來講 這個釐清跟工程的 這個公司的問題 問題是剛才世間議員也講 你說馬英九市長時代 5公分就出了這個事情 高雄市5000個天坑 中間前面的過程 到底出了多大的問題 當然要查 今天韓市長只是講了一個說 為什麼釐清廠跟營造廠 是同一個在做 這當然是一個很合理的質疑 是不是 不然的話為什麼 為什麼高雄市的大陸的品質 會那麼的不好 法令沒有禁止營造廠 跟他的協力廠商不得為同意 我舉例 一家上市公司 我們國內做非常大的 春園鋼鐵 他自己就經營春園營造 大直橋 春園營造做的 他那個鋼構整個就是春園鋼鐵 只有他們沒有營造 同一家公司 是不是會讓人家 華儀比較有可能性 當時我華儀也華儀 馬英九的市府道路沒做好 我當時弄一篇叫做 馬英九你可不可以簽一個 不坑人保證書 他不敢簽 我覺得你應該讓陳菊簽這個約 我的意思就是說 陳菊五千個坑才是坑人 你怎麼一直找馬英九麻煩 我的意思就是說質疑的人 像現在韓國瑜手握大權 他百分之一就夠來查了 百分之一的資源 他只要下令一組人去追 那剛開始對不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追出什麼事實 或者證據的時候 不要用影射性的方式 其實在所有批評裡面 韓國瑜算最客氣 他沒有說他是客氣 現在問題是我舉輝文 輝文 即便我們是好朋友 我必須講 輝文剛剛有一些講法 等於就直接就講說 陳菊現在涉嫌是很重大 他等一下被告 陳菊五等於韓國瑜好不好 我覺得他剛才這些 評論都有 可是我們不要加諸過多的 像他講的意思等於就是說 好像陳菊有什麼不對 有什麼勾結 脫不了關係 這就不好 而且我們 他本來沒有這樣講 你不要害他 我們可以把剛那一段放出來 剛那一段放出來 因為他是一個 分量很重的評論員 他一講社會上會很多人 像中間選民會覺得說 對 以前前朝是不是怎麼樣 我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具體去查 也沒有具體的證據 具體的什麼不對的時候 不要用這種異色的方式 王議員講的他的用意我了解 但是我跟觀眾報告說 你查弊案 少廷議員你們議員可以查 議員有這個責任 就專案小組 媒體也可以查 有多深挖多深 但是高雄市長是不負責查弊案的 查弊案不是 他可以交代政風處 怎麼不行 但是不是他親自去查 那市府的秘書處 我會把這些資料找出來 韓國瑜不要親自動手 我幫你講 就是韓國瑜他講什麼 他講說心力除幣 心力99 除幣1% 他當然有政風單位可以 可是他不要 他現在就告訴你說我不要 我就是要心力 就是剛剛慧恩哥講的 但是他不要不代表說 高雄市不會除幣 我現在直接講 因為堅哥也講到了 高雄市政府99%心力 1%除幣 而且如果市政確鑿的話 是大大的出眾手 因為如果1% 但是高雄市議員可以 高雄市議員可以查 對不對 高雄市議員 過去少廷之前 海洋局曾經有一個幸福案 就是秘書叫來以後沒有來 所以只有科長可以來 現在你可以看到 昨天整個質詢過程 其實一整天搓氣球 那個我反而認為不是重點 重點是議長問市長 以後可不可以 48000個高雄市政府 包含了清潔隊員 包含了老師 包含了之前叫不來 黃紹婷叫不來的秘書 可不可以來 這是重點 剛剛講到那個路 我也現在就是跟大家 負責任的講 今天韓國瑜講這個 並不是在影射陳菊說什麼 因為這是李四川副市長 告訴他的鋪箔油的 所謂的SOP 堅哥講到重點 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沒有規定 利清廠跟營造廠 不可以是同一個 沒有 但是當他分開的時候 效果很好 所以重點就倒過來了 不要想說在一起就是歪戈 就是有問題 如果分開的話效果很好 為什麼 因為李四川在30幾年前 就在台北市的新公處 他就在鋪箔油了 台北市路怎麼鋪 我跟大報告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高雄的青年路的二段 這是高雄的網友 一個叫玉凱 他在過去 也一直到處去拍一些影片 他真的很厲害 他去拍了 大家看一下 這是從Google上面的照片 大家如果導播可以看出來 這裡有補丁有沒有 這裡 這兩個地方都有補丁 這是現在 如果你上Google去看到的 高雄市的青年路 可是現在此刻的 剛剛的路已經變這樣了 剛剛鋪好而已 已經變這樣 時間點是 時間點是1月17號之後 高雄青年路已經變成這樣了 但是這個是Google 因為Google拍 因為他之前路上去拍了 只有這個照片 你可能還看不出什麼差別 直接來看這個影片 他把GoPro放在他的機車下面以後 你去看進道有鋪 對 你看 一開始你看路這樣子 機車一騎出來以後 我現在會定格給大家看 像這裡就是有沒有 這都是柏油 柏油出現裂縫的地方 一邊騎 有沒有 很多 有沒有 這個是還沒有鋪的 他等一下會騎到有鋪的地方 繼續往前騎 馬上就到了 你看那個顛撲的程度 一進去以後 還是會 對 還是會有抖 但是抖的程度不一樣 這就是差別 剛剛觀眾朋友有沒有看到 進跟出就是差別 怎麼鋪 我們現在看的影片 都只會跟大家報告 台北市政府 還有李四川過去在鋪的時候 他不是說多神 可是他的方法第一個 釐清廠跟營造廠 不要同一個 不要同一個 為什麼 這是李四川的經驗 對 為什麼 我跟大家講 因為他不是同一個 情況之下的時候就是 當釐清到了現場 開始被擺盤的時候 開始被鋪了對不對 你要先刨路 刨10公分還是刨15公分 基本上觀眾朋友 如果是像高雄那樣子 有大的貨櫃車25公分 你刨深一點 然後補上去以後 它的厚度會夠 後面它一層一層這樣上來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釐清廠跟營造廠 不是同一個的時候 它就會互相的彼此的撤走 你現場他會先做一個採樣 把釐清做採樣 我先跟大家報告 當你看到那些5000個天坑燈 簡單講就是 釐清的厚度跟含油量不足 再講一次 厚度跟含油量不足的時候 一下雨它就有可能會裂開 所以當厚度夠 密度夠 而且含油量夠的時候 它就比較不會發生那樣狀況 你說25公分的釐清 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今天你到現場 它會先採樣 就是第一個叫釐清採樣 送回去市政府去檢查 你就鋪 你去檢查什麼 事後如果檢查的 含量不夠的時候 診斷要跑起來 廠商要負責 成本一定要自己負 鋪完之後它會專心採樣 就是它會去採用 你鋪完以後 我再看它裡面到底是不是 這樣情況之下 槍住測試 跟不清楚一樣 其實堅哥應該不會反對 我現在講說 當然這些話韓國瑜會講 我相信一定是李四川跟大家講的 就是釐清廠商跟營造廠 不要同一個 可是以過去李四川 他這樣子新工出的經驗的話 還有剛剛我給大家看的這個照片 的確現在高雄市的路 很多高雄市的網友在講 這路跟我們以前的 好像真的沒什麼一樣 我們現在只要更好 這不是說要去找誰的麻煩 說過去陳曲市長 12年沒有做好 不是 而是說如果我們換了一種 鋪路的方法以後 讓高雄以後的路更好 也不要說下雨天的時候 整個車載進去 這不是一件好事嗎 以前為什麼不這麼做 沒有 這是公法的問題 我就不要去批評 我們就不要隱設說 因為看在來 這個就 其實這只是問題之一 可是要講這個 我們就把它講清楚 以前馬英九當市長的時候 我們現在在講高雄的馬路 我是舉例 現在就是說立青廠跟營造廠 我不是要幫他們講 我是認為重點是在於 監工跟取樣 跟驗收 為什麼 你是不是同一家其實其實 台北市爆發過 營造廠是不同的 可是這一家立青廠 一家立青廠 提供台北市多數的道路 馬英九的時候就是這樣 營造廠 立青廠不同的 可是有史以來最大的 立青文林土廠的弊案 就是在馬英九時代爆發 台北市好幾個議員設入 還被判刑 所以是不是同一家 我倒極的歧視 就是我們要落實 怎麼樣現場取樣 監工跟驗收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也是過去高雄市政府 沒做到的 所以才會有五千個坑 那個事件提了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觀念 就是確實關鍵在於 監工跟驗收 但是監工跟驗收是公部門的 一個法定的職責 如果說出現了五千多個天坑 就是一個高雄市一場大雨 有五千多個天坑 所以大家不由得不懷疑 他在當時在監工跟驗收出了問題 既然是監工跟驗收出了問題 那就是高雄市市政府要負責任 要負完全的責任 一個市政府會讓一個高雄市 有五千多個天坑 五千多個坑天坑 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說假設一個天坑算一個暗的話 那就等於是五千暗 那麼一個這麼嚴重的一個問題 同時在發生的時候 這個要不要除幣 要 剛剛輝文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下重手去除幣的話 檢調單位或是會不會對你這個 會不會有很 或是議員會不會有很多問題 其實高雄市民最大的期待 我想輝文的 另外一個反面的意思就是說 高雄市民對你韓國瑜市長 最大的期待就是你還是要除幣 就是你還是要有足夠的勇敢 一%不夠 對 其實一%也就夠了 一%也就夠了 也就是說 因為你已經開始在心力了 已經到處在心力了 你到處在心力的時候 五千多個天坑的幣 當時的施工單位怎麼驗收 怎麼監工的 這個部分裡面要不要查 當然要查 而且要重重的查下去 這個才符合 可是他才提出一個質疑說 立清廠跟營造廠合一 是不是原因是意 就這樣子的 市監就已經覺得影射很遠 我的意思說重點是在監工跟營收 也是市政府的責任 對 你就去查 那是資料土檔都在 對 所以我們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因為市監有給馬英九 有一個清白 就是馬英九當場就認錯 我馬英九當場就認錯 我覺得市監很肯定 他認錯說官商勾結 真的 他認錯說當初監督不做 我說馬英九 是人不明 用人不當 監督不周 但是關於市長這五千個天 跟崇埃沒有聽到 看到他出來都會讓他說 其實如果高雄市議會 有王世監的話 剛剛那些事情 我們其實都不擔心 因為一定可以把弊案追出來